卖广东肠粉的老板 他过去是一位广播主持人 他转换跑道 到中国大陆卖起了小吃 他学会了对岸流行的肠粉 后来为了要照顾双亲 他回到台湾 把肠粉改良成台湾人爱吃的口味 果然也转出了新的方向 晴朗明亮的早晨 孩子们背书包赶上课 上班族赶打卡 紧凑的节奏就跟记船帽 制作长粉 忙碌的双手 和百度高温下 喷发热气的蒸笼相差无几 腌制过的猪肉末 现磨的再来米浆 蒸熟后淋上特条酱油 许多客人活累的一天 就从这弹压垢胃铺展开来 跟外面的肠粉不太一样 因为它的东西 也不加什么其他的东西 很健康的东西 只要来这边吃过 基本上都会肠闻顾客 早没吃 今天就想要来吃 这料法实材 用粉的也是在做肠粉 用米的也是在做肠粉 一般店家为了方便 肠粉垂针之后 容易跟蒸盘分开 会先在盘底 刷上一层薄油 避免沾黏 但对吃食标准很规模 记船帽追求健康不负担 食材越简单越好 名愿费工费力 碾压猪肉末 逼出天然油脂 能替代刷油达到箱头目的 肉煮到烧油就跑出来了 所以外面他们做这个都要抹油 我们就是用豬肉的油更天然 所以说我们没有抹油 这样是不是更健康 米浆做成的肠粉 口感柔軟有弹性 属于粤菜谱系之一 道地的做法 以碎牛肉 鱼片 虾仁 或广东茶叉为馅料 也是香港茶楼常见的点心 北部我差不多最早的了 也不差不多十年了 自我开始买后 因为大陆新娘 他用这个鱼里的东西 他用这个鱼里的东西 他就回去招摸摸摸摸就听我做了 做起来是他们家乡口味 没不对 但是我做的是我们台湾口味 不放肉 它没有油 所以他们也很道地 我也很没道地 所以不知道是谁对谁不对 我也不知道 而季传茂自嘲自家口味 一点也不道地 因为他用的都不是对岸常见的配料 而是妈妈爱吃什么食材就放什么 像是玉米 金针菇 布拉皮等 是看似随性 随意 却又合拍相配的台式餐桌家常味 其实肠粉跟我们吃饭的道理相同 你吃饭要配什么菜 你就要配什么菜 再淋什么都可以 要用自己选择 鸡船帽在炉台前 永远眼明手快 一盘丰盛满盈 枕笼吹熟 前铺后继 反复交替 但还是常追不胜 客人的上门节奏 它就是一个一个做 就现做的 所以不可能快 有的时候会等到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还是有人照等 米真正浸好后 我知道要先吃的玉米 玉米 玉米还有这些东西 准备穿出来 还要一段时间 每天早上六点营业 鸡船帽四点就得起床备料 摩咪洗切 前置作业繁杂 即便是寒流天 为了客人能有一大口 上班前的满足活力 它永远准时就位 不赖床 因为我都知道它早起 它算是早起标准的 季船帽有魅力的 不只有长粉 还有它的谈天哈拉本领 个性海派 乐于结交朋友 三十多年前 它每天在空中 与听众谈天说地 家事 国事 天下事都能聊 我们也是一个机缘 我们老师认识 每次作业 他觉得口袋有点抗衣 就把我带在旁边 慢慢教 看看我们要怎么 那个美国 旗卡 当时播音员工作 没有底薪 得靠蒋古麦药 让听众扣印才能抽成 季船帽全凭个人口说魅力 在空中串起听众音缘 声音的音 以前在高雄宏名电台 台南民生电台 都跟我说 都老的人在听 听一些音乐 他们会听到老歌 不过一些以前的回忆 曾经最高月赚十万以上 算是高薪一足 但天又不测风云 九二一大地争那年 动荡各行各业 他苦成半年 收入跟以往不能同日而语 他回到家里 做起爸妈的严肃鸡摊助手 累积餐饮经验值 恰巧那时 朋友找他一起西径 登陆转人民币 他在对岸卖起 台式严肃鸡等杂物 受到台商捧场 前朝随着口碑 不停地进到口袋 十多年前 年迈的老父亲身体每况愈下 既传貌于是舍下 风生水起的大陆小吃生意 回台湾照顾家人 也让他萌生重新创业念头 要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吃食品相 想到北部少见的肠粉 耗用盐酥鸡 腌肉做法 增添咸香气味 妈妈 挑战时 我都在去廟拜拜 他都去拔杯 身份我都说好 做这个好 我都说奇怪 没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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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坐在这儿都看 我都怀疑人生 一天没人 奇怪 我们家里都没人 隔壁 做生意都没人 我们家里都没人 起初开业实在不容易 客人寥寥无几 地船帽熬了半年 不断研究新口味 年轻客人吃了喜欢 帮忙在网路上推荐宣传 老妈妈也运用自己的 市场公信力 帮忙打口碑 以前他在买减肃 都会跟他人家介绍 对啊 说我知道他在买肠粉了 爸爸妈妈的餅就知道 最好吃 他在这儿玩老康棒 对啊 四年前妈妈中风 严肃鸡只得收摊 一家的生活寄托 全在季传帽的肠粉之上 别说要求大夫大夫 最不平平的 我们这样 妈妈和欢喜 我们在这儿 大家都很好 对吧 浓稠米浆在蒸盘中流淌开来 高温蒸腾下 就像季传帽 对家人的爱凝结成形 如此简单 纯粹 包含真心